你说教课 我就想问了 如果我想学教这个做菜模 或者叫石模 你主要教什么呢 其实就是教一种材料的运用 材料的运用 对 咱们这些模型的话 大概要用到七八种材料 七八种 对 它们要结合到一块 然后最难最难的 就是这个颜色的问题 就比如说这个小龙虾 来 我给你展示一下 要说这个小龙虾 大家看着倒是挺真的 但是如果搁到那个餐饮店老板的眼里 他们一个人眼里一个小龙虾的样 有的喜欢深一点的 有的喜欢发黄一点的 他们不喜欢这种艳红 像这一份做出来多少钱 这个是三百块钱一份 三百块钱一份 才三百块钱一份 才三百块钱一份 我觉得稍微有点小贵 这个已经便宜很多了 我在几十年前 就是我几十年前 在国内做不了的 我在料理店实习的时候 我们去采购 去南方采购这种食品的模型 没有 然后还是去国外去买的 花了几万块钱 料理的那个模型 花了几万块钱才买回来 从国外买回来 是是是 它这个的确三百块钱 我觉得很便宜了 对 现在我的一些客户 也都是国外的 尤其是日本客户 对 国外的客户比较多 而且我对这个有所改良 做出来效果差不多 但是他们那个时间成本 和污染的那个 就太大了 不环保 对 不环保 然后他们主要是成型的话 也是用一种树脂 他们那种树脂需要加热 然后发出那种 很难闻的气味 甲醛特别高 然后需要在烤箱里边 大概要烤一到两个小时 然后我这边的成型的话 最多三分钟就好了 三分钟 三分钟 厉害 对 好厉害 所以他们要准备 好大的烤箱 我就不用 就直接常温成型 常温就能成型 对 然后还有上色 他们是用喷枪 戴好防毒面具 来喷漆呀或者什么呀 我直接用的 就是画画的颜料 就是丙系颜料 他把他的本专业 运用到这个做菜模上了 那你这个稳定性好吗 能跟他们那个化学的一样吗 这 颜料要比漆要持久 因为现在好多画 它流传下来了 没有见过 有漆要流传相机 那你这是不是有什么专利 就有几个软柱 但是还没有专利 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做的 这个都是稳定性 又好颜色又持久 而且又环保的呢 大概我所知道 比较好的 基本上三四加吧 但是他们的技术 都是从国外学过来的 还是用到老一套 所以你是唯一做 新技术应用的一个创新者 真棒 对 然后我的价格 我的价格是他们的价格 大概要低个50%左右 那你申请 运行专利了没有 还没有申请 你赶紧申请 对啊 赶紧申请 这期节目之后 火了 然后就要申请 有没有想过 把这个做成一个产业 我还正在往这走 因为还是太年轻了 就是一些事还是不太懂 你现在目前的这个收入状况怎么样 还不错 不错 对 年收入能说个大概数吗 大概在20多吧 20多 对 不错 不错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您的求职简历发送到 非你莫属全篇 2010 at 126.com 如果各位企业家 来 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 请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 注意哦 是非你莫属招聘的全篇 at 163.com 好了 本期非你莫属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陪伴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